一只流浪猫正在等公交 这时一辆公共汽车刚好到站 大家都知道公共交通是不允许动物上车的 可伴随着车门的缓慢打开 小猫看了一眼司机之后 直接就跳了上去 它一点都不怕人 司机健壮高兴地从驾驶舱走了出来 原来它们是老熟人了 还给流浪猫起了个名字叫东顺 它几乎每天都在这里等公交 但只有等到五三七路车来的时候 它才会跑出来 小猫先看了一眼车上的司机 好像很失望的样子 直接就扭头走掉了 原来它不是每一辆公交车都会上去 只有等到这位司机过来的时候 它才会兴奋地从小窝里面钻出来 可就在这时 我们发现它居然少了一条后腿 大叔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喂养了它好长时间了 每天从这里路过休息的时候 都会给它带来一些食物和干净的水 因为工作的原因 大叔没有办法在这里待很长时间 短暂的温存之后 大叔就要回去继续工作了 他每次上车之后 小猫都会站在门口猫叫 像是在说你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我真的好想你啊 大叔走后他变得很孤单 无聊到啃石地上的枯草 不过好在大叔给他买的玩具还在 经常从这里路过的人都认识这只猫 不敢时间的话都会留在这里陪他玩一会儿 东顺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附近也有很多关心他的人们 多亏了有这些人的存在 小猫才不会那么孤单 一天的时间很漫长 他终于等到了晚上 此时的大叔也到了下班的时间 他忙完之后又来到了这里 小猫见状直接冲了上去 虽然只有三条腿 可跑起来一点都不慢 经历了这一天漫长的等待 他终于可以和大叔在一起了 现在才是他们真正的欢乐时光 小猫玩得也很开心 不过快乐总是短暂的 又到了告别的时间 小猫看着大叔非常的不舍 真希望能和他一起回家呀 大叔走后这里又恢复了网约的宁静 小猫又进入了漫长的等待 很快到了第二天 大叔还想往常一样来到了这里 但今天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那就是他担心小猫受伤的那一条腿会出现恶化 于是决定带他去医院治疗 经过了一系列的检查 医生说他的身体还算健康 只不过他受伤的后腿没有经过治疗 会经常产生溃疡和伤疤 导致不愈合的情况 所以要做一个简单的包扎手术 就可以完美解决 手术非常的成功 在医院休养了几日后 大叔决定把他带回家收养 给他提供一个幸福的家 这样他就不用每天趴在车站无尽的等待了